報告委員會 現在繼續開會 現在進行第61條 請先讀條文 及政務之內容 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 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 或涉及當事人 或第三人之隱私或營業 或業務秘密 或有危害他人生命生理治愈者 檢察官得限制之 並同時已書面告知理由 對於檢察官依前向 所謂之限制不服者 告訴代理人 訴訟代理人 或其代理人 得申請法院撤銷或併根之 但代理人所謂之申請 不得與告訴人 或訴訟參與人 民事之意思相分 法院就前向之申請所謂 才定不得抗告 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第56條 告訴代理人 或訴訟參與人之代理人 為律事者 與起訴後 得向檢察官請求 檢閱卷宗及政務 並得抽怒重施或順應 無代理人或代理人 為非律事之訴訟參與人 與起訴後 得遇納費用 向檢察官請求 賦予卷宗及政務之隱私 第一項及第二項 卷宗及政務之內容 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 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 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 或業務秘密 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疑者 檢察官得限制之 並同時以書面告示理由 對於檢察官依前向 所謂之限制不符者 告訴代理人 訴訟參與人 或其代理人 得申請法院 順項或變更之 但代理人所謂之申請 不得與告訴人 或訴訟參與人 民事之意思相反 法院就前向之聲 請所謂裁定不得抗抗 實際力量黨團修正動 1D61條刪除 宣布完畢 現在進行顧黨團推派出代表發言 請區委員顯示發言 院長各位同仁 那61條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主要的問題是在於說 他是告訴代理人 或者是說訴訟參與人 之代理人為律師的時候 他可以去檢閱 像檢察官檢閱這些卷宗跟證物 那問題在哪裡呢 問題在於說他的第三項 他規定說第一項第二項 卷宗證物內容 以被告背數事實無關 或足以妨礙令案偵查等等之類的 那事實上這個第三項 是本來的行事訴訟法的33條的第二項 也就是說 行事訴訟法33條第二項 他其實是在規範被告 那就像剛剛 我在53條的時候有提到的 53條這個規定基本上也是一樣 他其實是一個限制被告的一個限制 但是他卻在這個地方限制了辯護人 那導致 如果我們在實行這個國民參審條例的時候 這個國民法官制的時候呢 他會比我們本來的行事訴訟法的制度 對於這個辯護人的限制 月券的限制更加的嚴格 那61條的規定 我就覺得說 會覺得更奇怪就是說 告訴代理人是誰 告訴代理人事實上是被害人的律師 他是一個被害人的律師 那被害人的律師 然後他被害人的這個告訴代理人 然後他是一個律師的這個狀況的時候 他本來按照我們的行事訴訟法的規定 他就可以來月券了 結果這個第三項反而是對 把這個刑事訴訟法第三條第二項 對被告的月券的這個限制 他把它用在對被害人的律師的限制上面 所以這個是覺得 這個完全是一個風馬牛不相及的狀況 而且這個會造成了對這個律師 就是說作為告代的時候 他的這個職務範圍的限制 所以61條的部分 我們認為說這樣的限制事實上是會有問題的 再來就是說剛剛那個60條的部分也是一樣 60條的部分甚至他認為說53條 他認為這個卷宗跟政務內的使用 他不可以做非目的的使用的時候 他本來就已經有律師法的限制了 那就像這個告訴代文61條也是一樣 他也是有律師法36條的限制 那律師從事他的業務 那後來發生了這個非正當目的使用 或者是說有其他的這個泄密 或怎麼樣的狀況的時候 他有這個律師作為一個職業團體 然後他的職業的這個懲戒 那個懲戒事實上這個依照律師法36條 用律師懲戒來加以處理 所以我們是不清楚說 為什麼60條會有一個 科刑法1.以下有其徒刑的規定 那61條甚至會有一個把 行政司用法33條第二項管理被告 對月券的限制 把他用在被害人的律師身上 我認為這是非常的不合理 以上 謝謝區委員 繼續請紅委員孟凱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同仁大家好 我想今天 是我們要面對歷史 並且向歷史負責的時間 而臨時會 我們再次再三強調 如果要用三天的臨時會 二四小時不斷電的表決發言 只為了火速倉促的通過 我們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的話 那我們真的認為 這樣的討論跟這樣的時間 是嚴重不足的 司法改革我想沒有人會反對 但重點是我們不要未改而改 還是再次強調 如同剛剛執政黨的總召裡面有提到 就是說如果說針對正向理性的發言 我們在這個台上充分的辯論討論 我相信大家也都在看 但是我們真的呼籲今天出席的執政黨委員 在這三天裡面本席剛剛看了 有48位是有投票權的 但是輪流上台的如果說能夠讓每一位委員都可以充分來上台的話 我想會更有讓大家社會大眾清楚明白看見 為什麼我們要在這三天裡面 好好地討論這一個法案的一個主要初衷 國民黨團在這一次這三天裡面 我相信我們每一位委員都會輪流上來發言 表達我們的立場表達我們的主張 我們也希望執政黨的委員 我並沒有要認為說各位可能會變成是橡皮圖章 但是請不要忽略跟放棄自己的權利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都希望執政黨的委員可以上台告訴社會大眾 為什麼我們要在這邊冗長式的竹條表決 而你們的立場是什麼 你們的主張是什麼 我想也應該要讓外界看到 今天下午有媒體來詢問本席 講到是說為什麼我們有這個主要的發言 都是有幾位委員 其實換言之 我們也請媒體朋友好好的檢視一下 今天國民黨團每一位委員都會有人流發言的機會 但是反觀執政黨的部分在相關討論條文的時候 可能這三天有蠻多的委員都不曾站上這個發言台 我想這一點也是我們認為 為什麼要充分表達發言主張 才可以讓社會大眾看見我們的一個立場 最後我也不會在這個講台上面去講說過去民進黨的著式經費 即便剛剛的總召已經提到了 二十年前民進黨把這個所謂的陪審制放入到民進黨黨綱 那是有時空背景不同 但是請不要忘記兩千年的時候其實已經政黨輪替了 兩千年到兩千零八年的這中間八年時間也沒有看過民進黨想要來修改相關的黨章 難道認為兩千年到兩千零八那個時候司法還是一樣跟國民黨過去威權時期一樣嗎 所以我們呼籲請大家理性討論 謝謝 好 謝謝洪委員 繼續請李委員得委歡迎 訂閱 訂閱 哦 都是 哦 兄 主席 各位委员同仁 各位媒体朋友 我想我们今天在立法院这个殿堂 讨论我们国民法官法第61条 这个条文里面 如同刚刚我们前面的同仁所讲到 基本上他限制了辩护人 限制了被害人的律师的相关的权益 而在这个部分里面 其实律师法已经有相关的规定跟限制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许许多多的同仁认为 在国民法官法第61条 它是有相关的疑议 我们今天审这个法 是希望司法改革 但是我们却在法案的条文里面 看到了 他对国民法官许许多多的 惩戒跟惩罚跟限制 包含也限制了被害人的律师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不禁要怀疑 这一部司法院版本的国民法官法 它到底是司法改革 还是司法院用来限制国民法官跟限制被害人 民众要的不多 就是希望司法可以公正 司法可以还人民一个公道 所以我们今天大家立这个法 重点在于如何帮我们的民众 伸张他的公平跟正义 所以司法院自己也承认 十年以上的重罪 一年顶多预计 有六百个案子 所以意思是什么 大家可能明天以后 会到处去跟大家说 民进党完成了司法的改革 但是绝大多数的民众 他并不知道 真正的六位国民法官可以参与的 一年大概六百个案子 其他成千上万的案子 是没有国民法官的参与 民众懂吗 民众不懂 但是大家应该懂 谢谢 谢谢李委员 各党团推派发言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 现在表辑 实在力量党党团修正动议 现有民进党党团 实在力量党党团 要求居民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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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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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他是認為說證據經法院裁定無證據能力的話 不得於審判其日主張或調查之 那我們是認為說證據未經審判長裁定 認為有證據能力的話不能於審判其日主張或調查之 那兩相對照 司法院的版本原則上他是認為有證據能力 只是說如果他被裁定為無證據能力的話 他就不可以在公判庭上面主張或調查 那我們的想法是說如果說這個證據應該是要能夠被認為有證據能力的時候 他才可以在這個公判庭上面調查 兩相對照應該是我們這個版本會比較妥當 因為過去台灣的審判的這個制度 或者是說我們實務上在證據能力的使用上面 事實上我們就是放得非常的寬兇 導致譬如說警察刑囚 那警察刑囚被告一直抗辯 被告一直抗辯的情況是像 警察官或是說法官在這個法院裡面他或許有調查 但是有調查的情況之下 那譬如說像這個證刑責案就是一個例子 他又通過了這個公判庭上面又成為一種證據能力的時候 那對於這個審判的實務造成的打擊是非常大的 所以就這部分的話我們是希望說能夠這個以實力的版本 就是說證據應該要經過這個審判長認定為有證據能力 然後就是說他才能夠成為在公判庭上面得以作為使用證據的資格 那司法院的版本相較來講事實上他還是傾向於用原則上有證據能力 只是說他是 好謝謝區委員 各黨團推派發言委員都已經發言完畢 現在表決時代力量黨黨團修正多一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黨團要求居民表決 居民表決時間一分鐘現在開始 謝謝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一并处理 请问照民众党党团国民党党团分别所提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有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第62条 照民众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63条 请先读条文 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第63条 法院于第47条第二项之各款事项处理完毕后 应与当事人及辩护人确认准理结果及审理计划内容 并宣誓准备程序终结 法院任有必要者的裁定命再开 以终结之准备程序 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第58条 法院于第47条第二项各款事项处理完毕后 应与当事人及辩护人确认准理结果及审理计划内容 并宣誓准备程序终结 法院任有必要者的裁定命再开 以终结之准备程序 时代利亚老团修正动议第56条 审判长于第47条第二项各款事项处理完毕后 应与当事人辩护人及佛所人确认准理结果及审理计划内容 并宣誓准备程序终结 审判长任有必要者的裁定命再开 以终结之准备程序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63条 法院于第47条第二项各款事项处理完毕后 应与当事人及辩护人确认准理结果及审理计划内容 并宣誓准备程序终结 法院任有必要者的裁定命再开 以终结之准备程序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各党团推办之代表发言 请王委员婉玉发言 各位好 很多人反对这个陪审法的部分 是认为说 在这个审判无效 未能够在陪审员之间达到合议的结论之后 其实就没有办法继续这个审判的过程 而且会把这个被告给放出来 但其实并不会 我们的法案当中提到的是说 当审判没有办法达到合议的 和一致的决定之后 其实是只有陪审员解散回家 但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仍然可以处理的 而这个处理端端端端在这个有限的期间内 检察官会如何来处理 他仍然可以在这一定的时效性里面 以书面再重新提出申请 重新的要求践行陪审员的选任 这也就是说 除了陪审志除了让人民能够走进法庭之外 也可以让检察官对他的工作更认真地负责 希望能够找到新的证据 新的方式来进行上诉 所以这也就是说 我们一直在讨论陪审和参审之间的争议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到从陪审员或是国民法官的选任 以及中间的讨论 或者是说我们能够清楚透明的来做讨论 还有包括后续的上诉之后该如何处理 因为我们这些部分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 陪审制是优于参审制的 包括说现在想要跟大家解释 是在上诉后之后的处理 因为在参审法的部分 在一审其实是纳入国民法官没有错 但是在二审的时候仍然回归到职业法官 但是在陪审制 二审的时候职业法官只有进行法律审 并没有经过有罪无罪的审议 那我们想提到这个差别 其实也想是再次的提醒到 我们一直民进党一直说 之前支持陪审制是因为在威权时代下必须要推动的 现在已经不是了 但是2017年的时候 包括许多民进党的委员 总共有18位其实提出了陪审法的提案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当时参议委员在形容这个参审与陪审制的时候 她想到为什么要进行陪审制 因为陪审制 因为推动参审制是又想进步又不敢大胆的走出去 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这样 其实给我们很好的诠释 我们可以知道参审制确实对现在的司法有一大的进步 但是陪审制其实才是更进步的做法 那我觉得这段时间以来 其实大家有很多的争议并不是代表在野党位反对而反对 我觉得我们真正应该要想的是如何让台湾的司法更进步 如何为台湾的人民台湾的社会好 所以在每一次的党团协商 每一次的讨论过程中 没有一个党团是缺席的 我们都一次一次的又很认真的来讨论 即便民进党希望能够推动参审制 但也并不代表两岸不能同时都来做事行 因为现在是在一个事行的阶段 同时又或者在参审制的过程当中 希望能够推动参审制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细致的讨论 我们也希望能够更严谨 包括刚刚提到的如何选任 中间讨论等等 我们很希望真的不要这么吵菜充塑的来通过这样子的议案 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认真的讨论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最大的 最大的最好的议案 最好的方案来对台湾的司法有所推进 谢谢 好 谢谢王委员 继续请陈委员以信发言 大家晚安院长好 因为这是本席第一次针对国民法官法的发言 所以我要先提出反对这套法律的基本理由 首先我要提出三项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蔡英文总统为什么出尔反尔 九年前蔡英文第一次选总统的时候 她曾经特别召开十年政纲的记者会 有关司法改革的部分 她强调 司法改革必须要由总统亲自出面 才能够让司法改革顺利上路 现在民进党要强推参审视 请问蔡总统你人在哪里 她有亲自出面 站上火线和人民沟通吗 为什么当年蔡总统信誓旦旦说要亲自出面 现在却是躲在后面 请各位立法委员让你们站在前面帮她挡子弹 请问蔡总统你到底躲到哪里去了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蔡总统为什么出尔反尔 没有遵守承诺 蔡总统应该要站出来 为参审制来辩护 为参审制来负责 为国民法官法来负责 为这一次司法改革的成败 负上她的政治责任 第二个问题 民进党根本是挂羊头卖狗肉 根据现在国民法官法第五条的规定 必须要是所犯最轻本行为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 以及故意犯罪因而制人与死的罪 才有国民法官来参与审判 请问各位 真正能够适用的罪到底有多少项 你们大概算不出来 我算了一下 其实没有多少罪 第120条的公务员 尾气守地逃亡 第185条之一的 劫机制人与死或重伤 第185条之二的 危害非航安全制人与死 第187条之二的 放异核能放射线自身公众危险 并制人与死 第183条之三的 以放射线伤害制人与死 第226条的 妨碍性自主制被害人与死或重伤 或妨碍性自主故意杀害或制重伤者 第277条的 杀人 第278条的 重伤或重伤致死 第289条的 宁虐未成年人致死 第328条的 强盗制人与死 第332条 因强盗杀人放火 鲁人勒俗或使人致重伤 333条 海盗致死或重伤 347条 鲁人勒俗 致死或重伤 全部加起来只有十几条 全部内容我发现 如果不是杀人放火 绑票 强盗 海盗 强奸杀人 致死或重伤 这种真正十二不设的罪以外 只有一条 公务员 尾弃首帝 所以真正又到国民法官的部分 非常的小 其他的内容 后面第二部分再来讲 谢谢 谢谢 陈委员 继续请红委员 孟凯发言 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想还是再一次echo一下刚刚我们几位委员的发言 其实重点在于是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司法改革 我们大家都要对历史负责 都要对台湾人民负责 但是却又在如此仓促 而且完全不间断的一个情况下面 我们就要把它给通过 每一条法律到目前为止 这个专法我们已经可以讲是说已经过了一半 但是重点在于是 陪审也好 参审也好 过去我们现在执政党的主张 民进党的朋友 大家的主张不是都是希望是陪审制吗 远的都不讲 刚刚的执政党总招也已经讲了 说过去有二十年 过去有时空背景环境 过去可能是所谓的策略 那我请教 2015年还不算太远吧 2015年的时候 很多位的民进党的委员都签署了 说要推动所谓的陪审制的修法立法 这些难道不是着视金飞吗 台湾民众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就说如果说当时的时空背景环境 所以推动陪审制 只是民进党口中的策略的话 那会不会将来某一天的时候 又有其他的时空环境背景不同 而又要再做修法 我们希望的是 立法的精神 立法的主张 跟立法的核心价值 应该是不变的真理才对 也因此 在这一点部分 真的一而再再而三的 我们也要呼吁所有台湾民众 看清楚 到底什么样才是真正大家所需要的 我们再一次的强调 司法改革可能是大部分台湾民众的一个共识 过去也有非常多有优秀的法官 也有真的会让人家没有办法接受的恐龙法官 这些本席都承认 但是就是因为如此 所以说大家在于不信任司法的情况下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司法改革 可是推动司法改革的过程 难道我们要急就张的就这样子草率的通过吗 再者 我刚刚也在休息的时间听到 我们执政党委员有提到 其实大家都应该有看过一部好莱坞的电影 叫做失控的陪审团 而这部失控的陪审团的电影里面 其实讲得非常清楚 即使是陪审制 可能都会有里面有所谓的国民法官 因为有特定的立场主张意识形态 所以他来去操作陪审团内的 互相讨论最后做的判决 当然电影是电影 可是如果说现在我们没有办法 连陪审制都有可能 因为特定的意识形态 而操作最后的判决了 那如果现在的参审制 有三位法官在里面 不会更加主导国民法官的意见 以及方向吗 这难道不是另外一种 我们不希望面对的事实吗 所以我们希望审慎思考修法过程 谢谢 谢谢红委员 各党团推派发言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 现在表决 时代力量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党团 要求纪品表决 纪品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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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 抵 抵 抵护 抵 抵护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国民党党团分别所提修正动义条文相同 所以一并处理 请问照民众党党团 国民党党团分别所提修正动义条文通过 有没有意义 有 好 有意义 第六三条 照民众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修正动义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六四条 请先读条文 民党党团修正动义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庇护人于准备程序终结后不得申请调查新证据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间 一 当事人庇护人均同意前法院认为适当者 二 于准备程序终结后时取得证据或知悉其存在者 三 不慎妨害诉讼程序之进行者 四 未真值审判中证人证书内容而有必要者 五 非因过失未能与准备程序终结前而申请者 六 如不许其提出显示公平者 前项但书更惯是由 应由申请调查证据之人士明知 违反第一项之规定者 法院应不回之 民众党党团修正动义第五十九条 当事人 辩护人或辅佐人与准备程序终结后不得申请调查新证据 但有下令其行之已久不在此线 一 当事人辩护人均同意前法院认为适当者 二 于准备程序终结后时取得证据或知悉其存在者 三 不慎妨害诉讼程序之进行者 四 未真值审判中证人证书内容而有必要者 五 应不可规则之事有未能于准备程序终结前申请 且允许其申请不致过度侵害对造之攻击防御 六 如不许其申请将严重影响真实之发现 且允许其申请不致过度侵害对造之攻击防御 前项诞书各款事由应由申请调查证据之人事明之 违反第一项规定者法院应不回之 法院依第一项诞书准许申请者应速通知对造 并应使其有充分之准备时间 必要时法院得在第一次审判期日前 令定准备程序期日或在第一次审判期日后令定审判期日 时代列让党团修正动议第五十七条 当事人并不能或辅佐人与准备程序终结后不得申请调查新证据 但有下列其行之一者不在此先 一 当事人并或人均同意解法院认为适当者 二 与准备程序终结后使取得证据或致其其存在者 三 不慎妨碍诉讼程序之进行者 四 未争执审判中证人证书内容而有必要者 五 应不可贵则之事有未能于准备程序中解决申请 且允许其申请不致过度侵害对造之攻击防御 六 如不许其申请将严重影响真实发现 且允许其申请不致过度侵害对造之攻击防御 前向单数被款式由应由申请调查证据之当事人是明知 违反第一项之规定者法院应不回之 审判长已定向单数准许申请者应速通知申请人之对造 并应使其有充分之准备时间 并要使审判长得令定审判几日 我们党团团修任动1第64条 当事人 编务人于准备程序终结后不得申请调查新证据 但有下令进行侵害者不在此线 一 当事人 编务人均同意且法院认为适当者 二 于准备程序终结后取得证据或知悉其存在者 三 不慎妨害诉讼程序之进行者 四 为遵职审判中证人证述内容而有必要者 五 非因过失未能于准备程序终结前申请者 六 如不许其提出显示公平者 前向单数被款式由应由申请调查证据之人是明知 违反第一项之规定者法院应不回之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固党团推派之代表发言 请习委员志荣发言 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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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事实 适用法律 也就是法律上我们称的认识用法 今天不管是用哪一种制度 核心目的就是要在事实基础上检视当事人的行为是否违反法律 准备程序就是要让当事人提出各项证据资料 让审判员得以就证据资料还原事实 原则上当事人编户人在准备程序终结后不得申请调查新政绩 但另外有六款情形 则准许可以在程序终结后继续调查新政绩 就是希望可以在追求真实与法律程序间取得一个屏红 个人认为是否要放官辅佐人得以申请调查政绩 这件事情是可以讨论的 因为要定一个人的罪行 必须在正确的事实基础上 相信这也是这个条文的核心目的 所以重点是基础事实是否确认已经调查完整 是否已经可以让审判员可以就这些完整的事实获得新政 所以从法的目的 实务运作状况 整部法律是否因为放官辅佐人熬前后梗格等等 这些都是必须要严谨讨论 司法界也必须要提出更多的实证来研究 才能做一个决定 这就是个人要强调的 这部法律 有关全民 所以要更应该谨慎 而不是这样 用临时会的方式 草率的强制的通过 谢谢 谢谢习委员 接下来请李委员得委发言 主席 以及各位同仁 还有所有在电视机前面收看我们国会频道的好朋友 今天 所有立法院各党团的同仁在这里审议我们的国民法官法 我想 从昨天开始到现在 已经耗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大家 也提到 十年以上的案子 量刑要在十年以上的案子 真的非常非常地少 民众期待的是什么 民众期待的是我们透过这一次的立法 可以让他们找到对司法的信心 这么多民进党 民进党的同仁在这里 都是一时之选 大家可不可以集思广益一下 除了十年以上 有六名国民法官可以参与 从以前讲到现在 卓氏金飞也没有关系 但是大家在这里 就是为了要替 让民众挽回他对司法的信心 这才是重点 今天大家在立法院会挑争夜战 一定会到明天晚上 还有二十几个 甚至于三十个小时以上 是不是大家如何 来想办法 把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六百个案子 每年可能发生十年以上量刑的六百个案子 以上其他的案子怎么办 其他成千上万的民众怎么办 这才是民众想要看到的 而不是我们大家在这边为参审陪审而征止 谢谢 谢谢李委员 继续请邱委员显示发言 院长各位同仁 我一定会 我一定是讲条文 但是呢 这个 因为我虽然反对司法院的版本 但是我每一条我都有把它认真看 而且我在讲的时候 我看到我们熊哥都会很认真地听我 非常的感动 觉得心有灵犀 那在讲这个条文之前 我要回应一下我们庄瑞熊委员和熊哥 他刚才有说流血的问题 因为我刚才留学德国海德堡 但是呢 我基本上是对参审制非常的保留 因为 主要理由就是说 这个德国的参审制法庭 那我也走过走进去 其实旁听非常多次 那其实你会看到 在这个中间 在这个中间 帝国的参审制 一起算那种清罪 他也会适用 那通常就是说 他中间一个法官 那可能像 莊瑞熊委员这么的帅 然后又法律的素养又非常好 口才又非常好 那他旁边会坐两个穿牛仔裤的嘛 所以这样的一个 他的参审员叫薛粉 这样薛粉 在这样的一个 专业的法官的旁边的时候 根据调查 实际上状况来讲 他还是会受到他 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也就是所谓的权威效应 因为说实在的 这样的状况 真的很难去避免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我还是会倾向于说 以陪审制这样的状况 比较能够去除所谓的权威效应 那刚刚讲到就是说 六四条的问题 是在于说 你看 在这个六四条 这个第一项的第五款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非常典型的 一个台湾 为什么说我们要推行 这个法律白化文运动 因为这个条文 看起来就是 非因过失未能于 准备程序终结前申请者 但是呢 什么叫非因过失 非因过失 它到底是故意 还是无过失 所以这个状况呢 它就会让人家产生非常 这个严重的混淆 当然这个有待努力 所以我们的版本 我们是把它写成 就是说 它应该是用 那个无规则是室友 那用这个无规则是室友 来处理的话 会无可规则是室友 可能会比较清楚 那另外 就是说 用不可规则的室友 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 第二个就是说 将来 这个 当事人进行主义的状况之下 新证据的调查 会不会对照的工具防疫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实我们也有明文的规定 那它的规定就是说 不许其出其显示公平 事实上 它这个概念也是非常的不确定性 所以应该是要把它 定清楚 会比较好一点 以上 谢谢七位委员 各位党团推办 现在发言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 现在表结 时代力量党党团修正东一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集 时代力量党党团要求居民表结 居民表结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消灭 也会会有民进党团集 继续 公居民表结 法定人數不足 十九年 贊成三年 反對四十九年 期前十七年 贊成的少數 時代力量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現在表決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居民表決 居民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臨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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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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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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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